大家好,今天我们来一期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批电柜 它里面有一个总闸 为250安 下面有三个封闸 其中有一个封闸上 是接了主电源线的出线 但是请这位客户说 之前它的电柜里面 连接线是铜牌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变成了这种键栏线 所以它就很纳闷 担心它的铜线发热 影响它下面的运电设备 所以今天过来找我看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改下 因为它要买铜牌 把这个线换成铜牌的连接 也不知道是哪位电柜师法干活的时候 把这个铜牌呢 偷偷换脚了 换成这种线了 不知道这个线是铝线还是铜线 所以说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这种事尤其是电池上的这种开关配件 我们不能随时更换 如果更换不当就会发生电气火灾 甚至发生触见事故 所以说这个老板呢 还是尽有责任性的 要把这个连接线换成铜牌 那大家觉得 我给它换一个铜牌 手工费 然后该收多少钱合适呢 现在铜的价格是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 大家觉得铜牌 多少钱 这个活干下来之后呢 能收多少钱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感谢大家 喜欢的朋友们 简个关注 感谢大家